工作里有十多年 在那个执行管理这一块 还是做得比较好的 我有一些想法 我一直想去改变一些东西 为此不停地在奋斗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 还是要有目标吧 以后能够能力更好的一些 我再去创业 责任定的事情 一定要去把它做完成 周志强 男31岁 古北人 高中学历 大家晚上好 我叫周志强 来自湖北协林 今年31岁 高中毕业 从事销售管理的相关的工作 有十多年了 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是 三个月做到了运营总结 就是做那个儿童娱乐的 一个项目 做得比较好 然后有过三次创业经历 最后一次创业 最后一次不成行的创业 仅凭一次创业计划书 融资到了八十万 我今天想求职一份运营总结 项目总结 就两个 就这两个职位 谢谢 男神您好 我不是男神 我长得就像一个凡夫俗子 终于碰到一个 比黄金明的普通话还差的 有点小紧张 你刚才说你最牛的是三个月之内做到了运营总监 对 跟我们说说这事 当时 你有PPT没有 有 你对着PPT说吧 好 来来来 把PPT展现出来 第一页 当时我是以一个临时工的身份 去做这个儿童娱乐这个项目 我就用这个计划书 我都融资到了八十万 还没有 公司的没有 没有注册 我就融资到了 那你说说你怎么融资的 说吧 怎么了 有点小紧张 这有什么好紧张 说自己最牛的事 有什么好紧张 真的有点紧张 我提醒你 你是求职总监级别 对 你是月薪两万五 对 月薪要两万五 你要面对 如果我们公司 那么多员工的时候 你怎么来 你这样 第一 不要紧张 确实有点紧张 第二 让你说 是说你最牛的这份经历 三个月做到运营总监 你怎么做到的 包括融资的这一块 你把它说一下 慢慢来 别着急 你这一块很通过 好吧 我先讲 那个四五六吧 当时 这个上面有一个 叫那个硬件 第四个 就是 运营过程中 管理的那个 管理的那个 硬件设施设备 这一块 就相当于 现在的 叫那个7S管理 然后第五点 就是那个团体 介绍管理 我觉得这个观点 很好 就是第五点 还是有点紧张 那我怎么能够 平复你的紧张呢 你项目在进行融资的时候 你不需要 给投资人去谈吗 你不需要做路眼吗 就直接拿到了 八十万的融资吗 我直接做了PPT 包括那个 公司的创业计划 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了 你那八十万 确定到手了吗 还是只是有人 表示了这个意向 我很怀疑 如果以你 这样的表述能力 投资人会给你 对 投资八十万 你都没把事说明白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 周自强 男三十一岁 今天来应聘运营总监 项目负责人 说一下你曾经的简历当中 最辉煌的一段 就是三个月 做到运营总监的 这一段往事 说一下你是怎么做到的 运营总监 你进去的时候 是什么职位 进去的时候 就是一个临时工 还有那个油暖 逛逛车的司机 然后坐了十天的时候 然后老板要求我 做那个长期的 本来那个时候过年的嘛 老板要求你 做长期的什么 然后做店长嘛 十天过后就做店长 为什么十天过后 从司机变成了店长 他这个项目 本来也是刚刚开始 他说想拉我进来 然后就这么开始了 你那会儿挣多少钱 刚开始他给我五千 然后我 我说后来嘛 后来两万多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他没有去嗨发其他的 刚开始我最早就是 就是经营与面不符不合了 对 是这个意思吧 对 到这儿来应聘运营总监 对 最低薪资是 两万块 两万块 对 有地域限制吗 没有 但涂磊我不得不说 如果像一个优秀的求职者 其实我们这里特别 渴望有高薪 或者总监级别 但如果以刚才这种对话 我认为你在我们公司 连基本的员工都录取不了 对 不就我很难想象 交流 而且 很费成本 一是费成本 第二作为运营总监 刚才在你所有描述中 没有数据 这是我非常 这是我听以来非常可怕的 我能不能问一下 三位人力资源专家 你们也经常招人 有没有碰到过一些 确实有能力 但确实是表述欠佳的人 如果是技术港的话 他是可以表达 差一些他要拿作品来说事 他就属于管理港了 你管理要带团队的 然后也对外输出的 连个基本的表达和沟通 都没有去给我们做的呈现的话 我觉得还是很吃力的 其实我觉得你面试到现在 就两种可能性 谢谢金总 一种是你可能 过度包装了自己 然后你觉得 可能面对大家的提问 你不知道怎么来回答 那另外一种就是 你过往你做销售 你可能销售拿过两万的工资 但是你实际上并不具备 这个其他这个总监类管理港的能力 我问你的两万是不是综合收入 还是你的底薪 综合收入 提成还是有可能的 那提成是有可能 就是明你底薪还是五千是不是 底薪是六千块钱 不 你那个收入是几月份 那就清楚了 底薪是六千 等于你之前做的所有的销售 综合收入两万块 是不是 两万多最后面是两万多 那你那个一万五左右的提成 每个月是稳定的吗 基本上是 这个慢慢复盘 但我现在不要听解释了 因为我们认为这种面试是失效的 因为十二个老板在挖你说话 你谋求的是个总监 你两万五的要求的底薪 对我们来说 坦率讲如果我们在进 是底薪还是综合收入两万五 综合输入吧 底薪是要求多少 不低于多少 底薪一万五 我这么说话 就是你现在底薪在我的心目中 八千以下 我是有可能考虑的 超过八千以上 我都会考虑我的沟通成本 我企业内部的沟通成本 有巨大的挑战 这样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你为什么会到这来应聘 人傻钱多是吧 不是 你说一下 我今天基本上就没有上班 然后我当时是想创业 然后说有机会 就把这个东西要做好 然后之前我也有关注这个节目 你本来是想创业的 对 是吧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我两三年前也有看这个节目 我觉得不错 我想来展示一下 我建议你的话 如果按照你今天的表现的话 你选一个五千六千的薪水 我觉得你或许还有机会 如果这次是在线下的面试 我相信我们三位野力之员的人 早就把你给pass掉了 不用为难 这是你的自我选择 你调到多少 我们第一轮先选 调到八千 调到八千 最低 然后还是运营总监的位置吗 还是 我相信我有那个能力 然后有地域的限制吗 没有 这位朋友呢 他所要的职位和他想要期望的薪金 以今天的表现 我只能说真的很难适配 我建议他多去学习一下 因为可能他对总监这两个字 有一份自我的偏执 老板自己有自己的考量 来第一轮选词去货流 来 天生我有财 还有三盏灯 天生我有财 把职场考题拿出来 当你的同事 把公司的实际情形告诉顾客 使得即将签订的一份生意丧失时 你认可以下的哪一种说法 你选择哪个选择 我写第一 第一 为什么 企业一定是有责任的 没有责任就没有价值存在 任何产品 任何企业存在 都是在为我们的用户 解决问题 尽此而已 好 来 三位人力资源专家 来评述一下他的答案 是这样的 就是说 站在这个角度上的话 我觉得你还是有一定的 企业的责任感 而且的话是 很好的去维护了 这个公司的信誉 我觉得你还是 比较有大局观的 这样一个候选人 那你怎么觉得 维护了公司的信誉呢 是这样的 就是说 其实很多的时候 公司可能就差这一单生意 它可能就 每种你说的非常对 它就非常好的运转了 对 我觉得是非常对 就因为这个事情 他没说 说了之后 导致公司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小聪明 其实有的公司 它公司的运营 它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如果这家公司 它真的只靠着一个单子 就能够去存活的话 我觉得它撕掉的话 应该是对这个公司 是一件好的事情 你这种都是 都是非常理想的逻辑 没相容 如果它是你的员工 干了这事 你是不是会把它开了 定办开 当然开啊 为什么呢 它说了实话而已嘛 你怎么从我的判断 我不能去履习这个协议啊 那只是你做一个原本的判断 那这样子 您的产品 您的公司 在帮顾客 帮用户解决问题 你觉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你还要要求那么多钱吗 你把公司的坏处讲出来了 你还围图了我公司的信誉 你有我二毛啊 你跟我讲这个有毛病了 你是如何判断出 你是如何从这个题目里 判断出这么做 损害了公司的好处 但是维护了公司的信誉 它是这样子 这个题目我觉得 输的本身就有一点问题 不应该直接 不应该直接 要不然你们也不会争这么久 不是我说的是不是 我这个回答本身就没有问题 企业存在 产品存在 本身就是这样子的 其实为什么题目出的这么复杂 是要你准确地去解读并判断 不是简单的就自然而去判断 志强 我认为你到现在为止 说了一句我唯一欣赏的一句话 这道题出的有问题 请告诉我 请告诉我这道题 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能不能就是说私下 或者是说不要购 我叫你把这个 不是 不是 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 要我讲好了也非常好 刘总是这样子的 就是这个本身就是应该 我们不应该去公开的话 去跟顾客去讲怎么样 我们去伤害到他的力 我们应该 就是说我们没有做到的地方 我们应该去怎么样 拿出这个诚意去补偿他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题其实如果是个培训题 就很简单 因为它是三个关键人物 顾客 员工 公司 对吧 所以如果这三个人 是个三角形对利益关系 就会出现刚才的争论 但如果他们是一个 一致型利益关系的话 你其实只有一个答案 那就是选择他们一致的方向 大家可能会非常的迷惑 所有的下面的同学们和孩子们 会觉得这么简单的一道问题 还不好回答吗 从小老师就不告诉我们 要说真话吗 对吧 但是为什么老板会那么愤怒呢 老板关心的是你代表谁的问题 你是代表客户还是代表我 而当你把自己 从一个企业的员工剥离出来 成为一个社会的消费者的时候 你就会认为 就应该让我们有知情权 但这一点很难做得到 他的第一选择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 我认为还是一种 正确的价值观的体现 但让我感觉到害怕的是 当大家一旦质疑的时候 他开始模糊了 他觉得这个事不能明说 我即便选低 我也不能明说 所以说 内心还是要有自己的一杆秤 每个人在自己的角色上 都有难言之隐 但是社会职业道德的 基本 善和恶 应该是不变的 好吧 这个问题就到这儿 本来后面是学的那个营销管理吧 但是我觉得我的那个策划方案 我也没有讲 没有 还是没有知道这个PPT 如果让你把那个策划方案讲完 我头发都白了 真的 我只是讲一句话了 那你说吧 好吧 那个PPT请各位老板回去仔细看一下 今天可以灭灯的到此结束 谢谢 第二轮选择 最后了 谈钱不上感情 来 请上金家台 你别走啊 他们上金家台 来 请揭晓 六金家 五金家 我给你是电厂助理 要是两个月 今天要是发展得好 马上转店长 我给你的是我们全国加盟中心的 招商加盟经理的入门初级试用港 显然不到你的预期 你有什么要问吗 基本没有 十秒钟时间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咖啡之一 西莫科技 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你的选择是 谢谢再见 好 来 本身今天应聘的这个水平 确实表现很差 其实你就是来找项目的 你就是来找项目的 说实在话 真的是一半一半 我本来想 哪半多呀 还是 哪半多啊 咱名人不说暗话 打开天窗说亮话 好不好 我知道一下台 你马上会去找他们 但是我告诉你 也不说多了吧 你真的应该 好好练练自己的表达 对 无论是台上应聘 台下找项目 这张嘴真的挺重要 我们不需要说的 有多么的华彩 一二三 说清楚这很重要 好吧 来 再见 没有想到会发挥这么差 确实在表达这一块 还是比较差 好 好